對 還是一個家族的故事 那當然他們家裡也是因為他們的長輩 就是還用阿公過世之後 才開始發生了這樣的事情 就像我們片名裡面 我們的英文片名嘎嘎 就是他們開始偏離了嘎嘎 沒有人在遵循這個過程 然後家裡就發生了一個事情 對 然後一直到冬天快要結束前 去要臨場學 然後家裡才慢慢的走向了 破冰跟和解的過程 對 我覺得我其實裡面 我其實還蠻感動的就是說 因為裡面有很多很泰雅的生活 在店裡面可以看到 不管那是不是大家的習慣 對 然後有不同的生活的面貌 那我會聽到就是工作人員 就是在互相跟他們的主別人說 你這樣做很沒有懶惰 然後我就覺得他懂這個意思 對 我就知道他懂什麼叫懶惰 我不用講 然後還有裡面就是 我們有分豬肉的階段 因為我常常就是有碰到我們 有很多重要的想要殺豬 不知道幹嘛 這個已經碰過太多次不稀奇 我覺得就因為我們在電影裡面的部分 就是工作人員 美術組嘛 都不是太陽豬 他會在那邊弄豬肉 其實我就覺得 欸 我沒有看過 就是 不是 不是 主別人 不是 在那邊弄豬肉 在那邊弄那個 反覆 我就覺得好有意思 因為我覺得那個東西就是 就是文化互相理解 因為他們要拍我的電影 你要懂這個東西 就是 我不用說什麼是嘎嘎 然後 欸 他們自己 體現在他們自己的對話中 還滿好 我覺得這樣文化就在流動了 我覺得這樣是很好的事情 最後的結局吧 我會覺得 我就 我覺得看完嘛 就是不知道嘎嘎的人 應該懂我們在講什麼 我覺得最後應該 我覺得整個 當然整個電影的拍攝方式 跟劇本 還有演員表現 真的是很像泰雅族的一個嘎嘎 但是我覺得大家看到尾巴 我覺得那個 有個東西叫做傳承 OK 對 我覺得尾巴 大家就會特別注意說 其實那個真的 你看到最後面真的覺得 原來這就是嘎嘎 那 我不能講 我不能細講什麼 真的要看完 然後尾巴的時候 你就會懂